欢迎来到我们的《突发事件》节目 今天我们有三个引人注目的话题分享 首先 英国的钢琴节目即将播出第二季 这是一个在火车站寻找下一位顶尖业余钢琴家的才艺搜索节目 它成功吸引了平均270万观众的关注 并因其统一人心和强调音乐教育缺失的能力而受到好评 接下来 哈利王子正式确认自己现已是美国居民 这一动作进一步淡化了 他作为国王顾问的角色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最后 一份报告揭露 尽管在东京奥运会前的培训营中药简称阳性 23名中国游泳运动员仍被允许参赛 引发了对反兴奋剂机构和赛事公正性的质疑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最近的媒体报道中 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新闻事件吸引了公众的目光 从音乐界的佳话到政治领域的重大变化 再到法律诉讼的紧张氛围 这些故事不仅展示了当代社会的多元面貌 也反映了人们对于艺术 权力与正义的不同看法和追求 首先 Telegraph带来了关于著名钢琴家朗朗的有趣意识 在谈及英国新一季的电视节目 The P&O时朗朗分享了 她与已故英国女王的一段去谈 女王曾幽默地表示 她很希望拥有像朗朗一样快速的手指 这档节目旨在通过在英国各大火车站放置钢琴 搜寻下一个顶尖的业余钢琴家 The P&O由The Great British Big Golf的制作团队 Love Productions制作 手机平均吸引了270万观众 并且入围了电视英国电影 和电视艺术学院奖Baptist的《难忘时刻》奖 该节目不仅通过音乐的力量连接人心 也强调了学校音乐教育的缺失问题 在政治领域 The Sydney Morning Herald报道了哈里王子 正式成为美国居民的消息 这一消息经由哈里控制的Travelist LTD公司 提交给了英国公司注册处 从而进一步拉开了哈里与其作为国王顾问角色之间的距离 美国国土安全部决定授予哈里美国签证的决定 因其自传中承认的吸毒行为 而受到了遗产基金会的质疑 而在法律诉讼方面 Yahoo US报道了唐纳德 特朗普在纽约的形势审判即将开始之际 陪审团成员的安全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 随着开庭陈述的临近 特朗普的冲动行为增加了他亲自出庭作证的可能性 这不仅对陪审团成员的安全构成了威胁 也让人们对是否让特朗普出庭作证产生了疑问 NBC新闻记者Van Hilliard和前曼哈顿检察官Catherine Christian 讨论了这一决定可能带来的风险 这些故事虽然涉及不同领域 但都展示了社会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从艺术到政治 从法律到人文关怀 每个故事都以其独特的方式触动人心 引发人们对于现实世界中的各种现象和问题的深思 无论是通过音乐连接人心的电视节目 还是因为政治立场而发生生活变迁的王室成员 亦或是备受争议的政治人物面临的法律审判 这些故事都以不同的视角展现了当代社会的复杂面貌 促使我们思考如何在这个多元化的世界中寻找共识和解决方案 随着全球局势的不断变化 各国政府不得不调整其政策以应对新的挑战 澳大利亚财政部长吉姆·查默斯·Jim Chalmers近日在《悉尼城风暴》上宣布 鉴于中东战争的持续 美国政府的保护主义举措以及对中国经济的担忧 即将公布的联邦预算将聚焦于经济安全 这一转变显示出原本计划聚焦于生活成本问题和促进经济增长的预算 由于近期地缘政治事件的影响不得不重新调整焦点 以确保澳大利亚的国家安全利益与其经济安全挑战相一致 同时根据日经亚洲的报道 菲律宾和美国将在下周进行联合军事演习 包括模拟基层船只的演练 这可能会激怒中国加剧南中国海的紧张局势 这些演习预计将是两国之间最大规模的联合演习 旨在加强他们部队之间的互操作性 自1991年开始的年度演习巴利卡坦 贝勒克腾是菲律宾和美国加强防御合作 应对中国在该地区扩张影响力和侵略行为的一部分 而在南华早报上 我们看到了菲律宾在国际合作方面的另一项动作 菲律宾正寻求美国和日本的支持 已建设一个货运铁路项目 这一项目旨在连接曾经是美国军事基地 现已转位商业枢纽的地区 这个价值8.68亿美元的苏比克克拉克铁路项目 被视为美国、日本和菲律宾之间经济合作的一个展示 在与中国就该项目地融资谈判破裂后 马尼拉正在寻求替代的融资机会 菲律宾表示 希望在未来5-10年内为旅送经济走廊 Luzon Economic Corridor吸引约1000亿美元的投资 这些报道展示了当前国际政治和经济格局中的几个重要趋势 一方面全球的不确定性迫使各国重新考虑其经济和安全战略 另一方面国家之间的合作正在成为应对共同挑战的重要途径 无论是澳大利亚调整其联邦预算以应对经济安全挑战 还是菲律宾与美国和日本合作加强军事和经济联系 这些动作都凸显了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 积极调整和合作的重要性 随着全球局势的持续发展 这些国家的策略将如何进一步演变 值得持续关注 在东京奥运会上 一件震惊体育界的新闻曝光 据每日电讯报报道 尽管测试呈阳性 23名中国游泳运动员被允许参加比赛 这些运动员在奥运会前的训练营中 对心脏药物驱美他勤测试呈阳性 但中国反兴奋剂机构裁定测试受到污染 并在没有任何处罚的情况下 清除了运动员的违规记录 世界反兴奋剂机构 WADA和世界水联也同意了中国当局的决定 没有对任何运动员进行制裁 在东京奥运会上 中国游泳队共获得了6枚奖牌 在美国经过数月的艰苦斗争 众议院即将批准向乌克兰和以色列等美国盟友 提供950亿美元的外援 在一个罕见的周六会议上 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团结起来 支持这项立法 众议院共和党议长迈克·约翰逊 冒着失去职位的风险 依靠民主党的支持 安排了对三项援助法案 以及包含几项其他外交政策提案的 第四项法案的投票 如果投票成功 该援助包将提交给参议院 预计在未来几天内获得通过 瞧拜登总统已承诺立即签署 这一援助包的通过 将清除拜登在去年10月 首次提出资金请求时遇到的最大障碍 当时乌克兰的军事供应开始短缺 对于美国对乌克兰的支持 持怀疑态度的共和党控制的众议院 数月来一直在争论如何应对 最初要求任何援助都必须与美国南部边境的政策变化挂钩 但随即拒绝了参议院沿这些线索提出的两档提案 为约翰逊带来极大压力的是 这场斗争考验了他的决心和在共和党中的支持 少数但不断增加的人现在公开敦促他 辞去议长职务 然而国会领导人将这些投票视为历史的转折点 当美国盟友在从欧洲大陆到中东 到亚洲的战争和威胁中挣扎时 这是一次紧急的牺牲 与此同时 在香港教育局首次为学校英语课程 发布了关于国家安全和国家成就的爱国主义教材 然而资深英语教师表示 这些内容可能导致学生失去兴趣 教育局的教材包括关于中央政府政策 和最新成就的阅读材料 以及英语课上的测验和讨论 这些材料对教育工作者来说不是强制性的 但教育局表示 使用这些材料可以让学生了解国家的最新发展 和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性 这三个报道从不同的角度 展示了全球范围内 政治体育和教育领域的最新动态 从东京奥运会的兴奋纪争议 到美国对外援助的政治斗争 再到香港教育局推广国家安全教育的努力 这些事件反映了国际社会 在面对挑战时的多样化应对策略和复杂性 每个故事都揭示了在全球化时代 各国如何再坚持自身立场的同时 也需要考虑到国际社会的期望和标准 在一周的审判中 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的声音 似乎充满了挑战和决心 根据Yahoo US的报道 这位美国前总统在面对首次的刑事审判时 显露出明显的挫折感 特朗普被控利用封口费干预2016年的总统选举 而他对于被禁止在社交媒体上攻击 潜在证人的裁决表示不满 声称这限制了他的言论自由 此外他还指控地区检察官办公室 干预2024年的总统选举 预计这场审判将持续6周 特朗普誓言要在法庭上发出他的声音 而在另一个截然不同的赛场上 南华早报带来了中国大奖赛的精彩报道 Max Verstappen在本赛季的首场 一级方程式冲刺赛中夺冠 进一步巩固了他在车手积分榜上的领先地位 在上海国际赛车场举行的这场比赛中 Verstappen以13秒的优势战胜了Lois Hamilton 为自己赢得了8分的奖励 法拉利的Charles Leclerc和Carlos Sainz 分别位列第4和第5 此外 这场赛事还见证了中国首位F1车手周冠宇 在家乡的首次亮相 《独立报》对这场冲刺赛的报道 则聚焦于Verstappen如何在中国首次举办的F1冲刺赛中战胜 Hamilton 尽管Hamilton在起步阶段超越了干位车手Lando Norris 取得了领先位置 但Verstappen从第4位起步在第9圈超越了Hamilton 最终以13秒的巨大优势赢得了比赛 Sergio Perez获得了第三名 对于Hamilton来说这是他本赛季开始以来的最佳成绩 也是一次显著的提升 从特朗普在法庭上的坚持到Verstappen在赛道上的胜利 这些事件不仅展示了在不同领域中 人们对于成功的追求 也反映了在面对压力和挑战时的不同应对方式 无论是在政治还是体育的舞台上 这些故事都激励着我们面对困难时不放弃 持续争取自己的目标和信念 在这个充满激烈竞争和政治风波的世界里 从赛车赛道到法庭 再到遥远的缅甸战场 每一个故事都揭示了人性 权力与抗争的复杂面貌 这些故事虽然发生在不同的地方 却以其独特的方式触动我们的心弦 首先来自The Independent的报道 带我们进入了中国大奖赛的激烈较量 Max Verstappen在这场比赛中 超越了Louis Hamilton夺得了胜利 赛事一开始 Hamilton从第二位起跑迅速超过了 发车甘位的Lando Norris一度领先 然而在第九圈 Verstappen展现了他的超凡实力 成功超越Hamilton最终赢得了比赛 Hamilton虽然错失了他的首场冲刺赛胜利 却也表示对于这个结果感到满意 认为这是他和他的团队的一大进步 这场比赛不仅是速度和技巧的较量 更是策略和耐力的考验 转移到The Toronto Star的报道 我们看到了一个截然不同的场景 前总统Donald Trump在纽约市的一个法庭上 面对着对他毫不留情的批评 却不得不保持沉默 这位习惯于被群众赞扬的前总统 现在必须在法庭上面对严格的规则 和对他的环境完全失去控制 这场审判让Trump不得不听着潜在陪审员对他的直率评价 这对于一个总是迅速反驳批评的人来说 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这不仅是一场法律的较量 更是公众形象和个人品格的一次考验 最后NY Times的报道将我们的视线转向了遥远的缅甸 一场世界似乎忽略了的战争正在蔓延 缅甸的内战不仅对该国自身造成了巨大的人权灾难 更对国际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缅甸经济损毁 数百万人被推向了极端贫困 这场冲突不仅让缅甸成为了毒品 网络诈骗和洗钱的枢纽 也为中国、印度、美国等国带来了战略上的难题 缅甸的民主之路被军事政变中断 抗争者的勇气和坚持 揭示了对自由和正义的渴望 从赛车赛道的速度与激情 到法庭上的权力与沉默 再到缅甸战场上的抗争与希望 这些故事向我们展示了不同形式的挑战与坚持 在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里 每一个故事都是对人类精神的一次考验 也是对我们共同未来的深刻反思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六多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我们在世界任何地方 我们在世界任何地方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